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22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来到紫红弦谈节 今天和大家说一下中国的债务问题 大家知道中国的债务分为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 政府债务已经快到破裂的边缘 尤其是地方上的隐形债务 没人能够有具体的统计数据 家庭债务也在政府的不断引诱下,杠杆率一路走高 高到现在的中国人没有额外的钱去消费 6亿多人的人均娱乐休闲支出还不到80块钱每个月 除了政府和居民债务之外 中国的企业债,尤其国企和央企作为典型代表 在今年也出现了大规模违约的迹象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下中国的企业债务之多少 将来的走势以及产生的影响 就在上个月,那家生产国产饱满的华城集团发行的私募债发生了违约 虽然企业宣称财报账面上有约500亿货币资金 但是无力偿还10亿元的债务 华城集团背后的失控人是辽宁省国司委 当时大家就调侃,投资最好不要过上海关 没想到这几天又有一家平级是AAA级的国企发生了违约事件 这次是永城煤店 主要做煤炭化工的 虽然这家企业的财报账面上也宣称有大约470亿的货币资金 但是同样也是无力偿还10亿元的债务 永城煤店的失控人是河南省国司委 这次投资即使不过上海关也拦不住了 人人向往的国企们出现了不好的苗头 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具体的细节 11月10号 永煤控股说自己因为流动性资金紧张 2020年的永煤03债券已构成实质性每月 规模是10.32亿元人民币 本来投资人买他的债券 看重的就是国企背景和资产状况良好这两点 这下好连中国金领税稳健的投资资产也要出问题了 根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 永煤控股的控股股东市育能化集团持股96.01% 而育能化集团则是由河南省国司委100%的持股 国司委背后代表的是中共的资产 可以说应该稳足的不能再稳了才对 就算这几年煤炭价格从高点回落 能源企业的日子过得紧巴 但是永煤一直是3E的信用等级 这个评级什么意思呢 就是评级机构认为公司还债能力极强 违约风险极低 就像酒店里的五星级评级一样 一个五星级酒店它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不过根据永煤的说法 他们账上连现金带资产加起来有400多亿人民币 怎么看都不像还不起10亿元的模样 债还不上了 总该召开债权人会议商定解决办法了 可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竟然又闹出了笑话 部分债权人透露说呢 现场的确是有河南国资委和运能化的人出席 但是也只是收走了银行地上来的资料 等散户们进场的时候 会议已经结束了 连名牌都已经被收走了 除此之外 有些人还发现了不少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 比如说在违约之前 永煤才刚刚把手里的部分中原银行股份无偿化出去 债他都还不起 还把银行的股份无偿捐献出去 这一波操作啊 谁都搞不懂 这就好比啊 借钱的还不起债务以后 把自己家的房子车子全部捐献给了别人 这就是明显的在糊弄国内那些散户投资人了 谁叫你们实弹力薄呢 生在中国 长剁韭菜呢 眼看着河南的能源企业出了大事 北边的能源大省 山西省坐不住了 他们心里也明白啊 大家都是一路货色 一个崩盘以后啊 那另一个也长久不了 所以11月14号 山西省郭次伟就给山西省企业的债权人们发了封公开信 信中隶属了对债务情况的梳理排查和风险处置 言外之意呢 就是大家呢 不要太担心我们啊 咱们山西国企还债能力非常强 和河南那个永元集团是有区别的 请大家务必不要担心啊 千万不要恐慌抛售 但是呢 对于真金白银下的投资者来讲 这样的信息啊 足够让他们用脚来投票 就在11月12号当天 2019年的永梅03债券跌了93% 2020年永梅的07债券跌了90% 2018的运能化更是跌了86% 在一片哀嚎之中啊 市场对信用债的信心 可谓是跌到了低谷 浓煤大眼的国企都能违约 在中国没有人可能想象会出这样的后果 但是更麻烦的 还不止是煤炭公司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紫光集团的相关债券也持续大跌 19年紫光01跌了36% 18年的紫光04跌了35% 19年紫光02跌了29% 17年紫光03跌了24% 连清华控股和紫光的债券也收到了波及 作为孝企老大 新华控股下面的嫡系企业 紫光集团呢 曾经也是国内资本市场中的一颗大叔 他的老板叫赵伟国 在他的治理下呢 财大气粗的紫光集团一直没有停过跑马圈地 不停的买公司 买生产线 买地买楼 最牛的时候呢 甚至动过收购台积电的念头 尽管这个花费不小 但是呢 他置办下了不小的产业 很是风光过一阵子 不过呢 没过几年啊 这些大肆并购最终把紫光拖入了债务的泥潭中 原因啊 就是大陆很多企业玩的都是金融游戏 他并没有足够的科技实力和造血能力来吞并外企 到今年9月份 紫光集团总债务达到了527.81亿人民币 其中短期债务是328.16亿 可谓是亚历山大 类似的公司还有很多 从今年9月份到现在的两个半三个月 有49家企业的112只债券违约 规模1080亿 最厉害的是包商银行 65亿的二级资本债的本息都没有了 估计债权人已经是哭晕在厕所 债权人呢 本想赚个利息钱 没想到被中共的爪牙企业们是骗走了本金 说了这么半天呢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中国会有这么多的国企民企都还不上债了呢 说起来呢 如今这波轰轰烈烈的违约风波呢 从期限上看基本都能追溯到2015年 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比较复杂 GDP增速不光是跌到了7%以下 而且还被印度给抄了 当时不少人都很慌 所以啊 中共高层吻字当头 央行最后决定呢 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也就是老百姓说里的放水 印刷机的总扎门打开之后 那下面的对应的龙水龙头啊 也得拧开 于是呢 就有了货币化喷改 有的公司债呢 就扩容 一方面呢 给实体经济输血 一方面呢 这个未平周期的波动 以此来换取可能的增长性 也是在2015年初呢 证监会发布了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主要改了两块内容 第一呢 就是大规模扩大发行主体 将原来发行主体 从上市公司扩展到公司制法人 也就是说 以前发债企业还需要一定的资质认证 现在呢 连资质审核认证都不要了 只要是个合法的企业 就可以发债偏钱 第二点 丰富了发行形式 优化了流程 比过去宽松了很多 这就为公司举债借钱 铺平了它的高速公路 既然有便宜的钱 可以用干嘛不用呢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内 大家纷纷发债 有的在国内扩张 有的出海并购 气势非常足 比如说A股里面 有个上市公司叫天启礼业 对中共的政策看得比较透 俗话说呢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在2018年的时候 这个天启礼业花了259亿人民币 收购了一家智力化工矿业公司的股权 但当时天启礼业公司的净资产 不过才120亿人民币 可谓是蛇吞象 非常厉害吧 现金不够用呢 就只能从银行贷款 而收购的项目 马上能赚钱的是不多 折腾了两年之后 没有任何起色 所以呢 这个天启礼业 也要快爆雷了 据说呢 有一笔120亿的银行贷款 可能要还不上了 股价大跌是一定的 借钱的银行啊 着急上火也是肯定的 冷静下来呢 大家说 看看这些债务产生的 公司大股东下一步 打算怎么做呢 面对这些百亿级别的违约 中国的股东们都做了什么呢 他们不是自掏腰包 与公司融入与共 而是脚底抹油开溜 他们简直套现公司的股票 在过去四个月内 他们一直在卖股票 卖股票 卖股票 套现了十几个亿 十八个亿 股民起码不要脸 但是没有任何用处 类似的事情很多啊 一大波钱洒下去 期待中的V型反转 并没有如期而至 那么开始大家说是 W型增长 这样呢 还有一些盼头 后来又分析是 L型发展 这就有点困难了 结果疫情一出现 把所有东西都打乱了 好像这个L型也维持不住了 但是借的钱到期还是要还的啊 大家打开各自的账户一看 完蛋了 没钱还 于是纷纷爆雷违约 像这样的公司还有很多啊 像方正 华晨 天房 永梅都曾经是资本市场上想当当的名字 如今都成了违约保单上的难兄难弟啊 实在有点不堪 一般来说呢 债务问题主要容易出现三个环节啊 一个是加杠杆 一个产能过程 一个是货币挤挫 加杠杆就是疯狂的借钱 然后夸大自己的产能 也不去管效益如何 最后一旦市场或者是货币政策发生变化 债务违约就如期而至 赶上其中一两个环节 操作不当就很容易还不起钱 那这种事情以前没有出现过吗 其实呢 以前也出现过很多次 那为什么这次很集中出现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呢 以前政府有钱呢 可以出手帮助 这次呢 中国政府没钱了 以前的元首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啊 这里呢 给大家先说一下啊 地方政府手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啊 用的非常熟练 一个是地方融资平台 因为有隐形的担保可以发债啊 钱拿来就可以花成本低 非议小 另一个就是地方的大企业 尤其是国企啊 他们贡献利税就业 典型的比如房地产啊 这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业绩来源 所以地方都看的比较重 地方融资平台和大企业这么重要啊 那地方肯定是鼓励他们发展的 如果他们借的钱还不上 这时候地方政府就出面了 这时候地方政府做什么呢 把借的借钱的几大银行和地方的融资平台 大企业拉到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首先支付一部分本金或者展期各方都退一步啊 东挪西借没几年这个债务问题啊 也就解决了啊 当然其中是伴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向上发展 有这么一个前提 有些地方呢会代为支付先垫着啊 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政府手里是有钱的 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房地产市场繁荣的时候 地方政府的底气是很足的 其实呢 这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钱规则叫钢性兑付啊 简单说一下是钢性兑付啊 就是指投资者买了一块理财产品呢 但是完全不用单承担任何风险 风险都在金融机构头上 理财产品到期以后 金融机构就要按照事先约定的收益率 返还本金和利息 过去这么多年呢 很多地方的债务都是这么处理的 不过最近开始行不通了 在2018年的时候 打破钢性兑付的呼声越来越高啊 打破钢性兑付就意味着 无论买什么样的银行女财产品 再也没有宝贝的说法 这就为债券等金融产品的违约大潮 拉开了序幕 为什么这么多年的钢性兑付 维持不下去了呢 两个主要原因 一个 中国的经济大环境变了 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 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继续支持 这个诺大的庞系骗局 第二个政府没钱了 以前的违约地方能兜着 今年呢估计兜不住啊 地方财政收入多数表现一般 以前卖地能确保一大块收入 现在也不行了 所以呢大环境决定着过去十几年习惯的方式行不通 打破钢队 地方决定兜不住 那违约企业接种而至的违约潮也就很正常 其实决策层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债务发生问题啊 虽然早都动手了 但还是不能避免问题出现 这样的问题也会在2021年继续蔓延 如果从现在的规模来看还不是件大事啊 顶多就是擦破点皮 但是潜在的规模有多大 这个估计现在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 压力现在集中在银行 最担心的就是出现多米诺的骨牌效应 如果说这之前爆雷的都是P2P这样的小打小闹 那么2021年之后的爆雷则是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的大规模爆炸 到时候中国的经济将会被炸成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那好 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明晚再见